好来关心玉里高中三名国中举重队参加2023世界杯青少年建立的锦标赛 那么高中一年级的江静怡以及古东乐 二年级的柯冠亭等三位同学都有着亮眼成绩 其中柯冠亭甚至在蹲举与硬举的当中打破了亚洲的纪录 穿金又带赢 那么教练带着各界爱心带同学们去吃牛排庆祝 玉里高中三名国中举重队参加2023世界杯青少年建立锦标赛 一年级的江静怡与古东乐 二年级的柯冠亭等三位同学都有着亮眼成绩 其中柯冠亭甚至在蹲举与硬举中打破亚洲纪录 穿金又带赢 教练带着各界的爱心带同学们去吃牛排庆祝 像今年真的就是我们派了三名国中派了12位小选手 全副通通得奖都是前三名 所以我们拿下了全国全中印的国男组的团体冠军 跟国女组的团体冠军 这个是创造纪录的 因为从来没有那么好做 柯冠亭同学更是一人夺得三级一银 他在青少年男子组120公斤以上级别中 蹲举340公斤 打破亚洲纪录335公斤获得金牌 握举185公斤 打破亚洲纪录182.5公斤拿下金牌 在硬举250公斤中 再次打破亚洲纪录获得银牌 最终以总和775公斤的成绩 打破亚洲纪录764公斤夺得金牌 连续四个项目都改写了亚洲纪录 从亚洲杯比完赛之后 很顺利的又选上了世界杯 那这次也有四个选手 有选上世界杯 这个是世界金赛予的冠军 来东乐 来这个是世界第二名 那这个是世界第三名 还有一个 现在这个是世界第四名 所以其实他们都相当不错 我相信他们之后还会更好 那真的就是要好好栽培这些孩子 让他们以后可更好的军力 股东乐同学在青少年女子组47公斤集中 蹲举125公斤获得银牌 握举70公斤夺得金牌 硬举125公斤摘得铜牌 总和320公斤获得银牌 张静怡同学在青少女女子组52公斤当中 则是以总和310公斤获得第六名 教练也非常感谢各界的赞助跟支持 让选手没有后顾之忧 他也期许选手们继续努力 为我国的建立运动发展贡献力量 记者高松松玉立正采访报道